HELLO 大家好我是唐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超平價好用的彩妝品了 今天推薦的全部都是Lily By Rue的產品 價位大概就在台幣200上下而已 超級平價超級適合小資主們 那我們就從第一個產品趕快開始介紹吧 首先就是我手上拿的這一款腮紅膏 這個愛心腮紅膏我已經推薦過蠻多次的 如果有在關注韓系彩妝朋友們應該對這個也不陌生 我要特別推薦是他們的五號 是一個這樣的淡紫色 這種偏冷的色調大部分都會覺得可能比較適合 偏白肌或是冷色調的肌膚 但其實我們這種黃肌也可以用這個顏色喔 用起來會讓你的底妝看起來更乾淨 而且會讓你後續上腮紅的那個顏色可以更顯色 這個顏色我會把它鋪在這個蘋果肌的位置 可以看到這個顏色它上臉之後是這種有點透透的紫 不是那種很明顯就是一坨冷色調的紫在這裡 所以它可以很好融入我們這種暖色調的肌膚裡面 然後達到一種澎潤可是又乾淨的效果 這個質地真的很好融入皮膚 你看我用手拍我也沒有用粉撲 就可以很好的跟底妝融合在一起 然後你們看有上跟沒有上的區別 你會覺得這邊臉感覺比較膨 然後有點提亮的感覺 甚至會覺得臉上的暗沉 那種黃氣的感覺也消除了 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很微妙 因為其實它如果再更紫 或是它的那個飽和度再更重的話 那可能就真的沒有那麼適合 我們這種偏黃肌偏暖色調的肌膚了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真的是調得剛剛好 非常的完美 把這邊臉也趕快上一上 它這個系列其實推出了蠻多顏色的 然後也有像這種偏橘 偏紅 這應該算橘紅吧 這種色系 但這種顏色擦起來就是比較有元氣感 然後比較適合夏天 然後也是很適合我們這種黃肌用的 然後也有這種粉色調的 這個就蠻適合冷色調皮膚的 因為它是這種巴比的淺粉色 這種就真的是白肌擦起來就很漂亮 除了這個五號色之外呢 這個一號色也想推薦給大家 這個顏色也是我比較常用的 我稍微疊加一點在這個 顴骨這個位置好了 有沒有這顏色上上來就會有一種 夏日陽光感 然後我覺得它跟一般的橘色腮紅 比起來的話呢 它也是比較沒有這麼的橘紅 它都有帶了一點那種 是叫偏白色調在裡面嗎 所以它就會很好的融入肌膚 一樣也是用手拍一拍 就跟底妝融合得很好 然後跟剛才前面這個紫色調的五號也融合得很好 會有個很漂亮的腮紅漸層感 而且這樣拍的過程也不會把底妝黏走 這個質地真的做得蠻讚的 蠻美的蠻美的 再來想推薦的一樣也是腮紅 但是是他們家的霧面腮紅 這個系列的質地呢就是這種粉狀的 然後它的粉質呢很細緻 然後當腮紅呢很好暈染 然後除了可以當腮紅以外 它還可以拿來定妝眼下 因為它的粉質夠細緻 拿來定妝眼下呢有二次提亮的效果 而且也不會卡紋 我推薦定妝眼下就用這兩個色號 一個是偏冷色調的一號色 然後一個就是偏暖色調的二號色 那我自己是偏暖色調的肌膚的話 我就會用這個二號色 而且因為它帶有點這種橘色調 非常非常淺的這種淺橘色 還可以順便把我的黑眼圈再一次的修飾 記得要把一些遮瑕膏 如果有積線的地方推開來之後再定妝 上眼皮的積線也是記得推開 然後再定妝 有沒有這個定妝效果是不是很讚 有沒有立刻覺得這邊臉頰又更乾淨的 這個眼下的黑眼圈看起來更隱形了 然後同樣這個顏色 因為它對我的膚色來講就是有提亮效果的 所以不只是眼下這邊 像嘴角暗沉這邊啊 也可以用這種來定定 就它不只是腮紅 它其實有很多功能 像我這邊臉頰有個奇怪凹陷的暗沉 也可以用這個先這樣按壓 有沒有它就立刻被提亮了 這邊臉頰的線條是不是看起來更加的平順了 因為我把凹陷處提亮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的臉哪裡有暗沉 哪裡有凹陷你想提亮 都可以在這個步驟 用這個腮紅來提亮 我現在使用的這些部位呢 基本上就是不太會出油的位置 所以我就是在這邊 就是用腮紅定妝提亮 就是二合一的效果 我等一下用蜜粉定妝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定這些位置了 使用完妝效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會覺得今天底妝真的特別特別的乾淨 很澎潤然後很乾淨的感覺 他們家這個腮紅真的很好用 評價又好用 非常非常推薦 然後顏色選擇又很多 它除了有這種澎潤效果的淺色以外呢 也有這種我覺得是偏氛圍感的顏色 這種比較深的顏色 選擇很多樣 然後造型又可愛 粉質又很好 使用起來的效果也好 當然是推薦啊 好接下來就把我臉其他需要定妝的部分 定妝完 然後把胸完成再回來 再來想推薦的是他們家 相對比較冷門一點的產品 但我覺得很好用 就是這個染眉膏 它的刷頭超級細的 然後顏色出得很漂亮 我之前一開始用的是這個五號色 它就是這種偏冷色調的淺棕色 這種顏色比較少品牌再出 很適合喜歡把眉毛弄淺 然後想要妝容柔和一點的朋友 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因為我頭髮染成這種偏暖色調的顏色 所以我現在會用這個二號色 它就是偏暖 比較是這種暖咖色 但是也是偏淺的 大概是這種感覺 重點是它的刷頭很小 也非常非常好用 我直接拉近用給大家看 你們看我還沒有用之前的眉毛 就是很明顯的就是那個黑髮色 然後就用這個染眉膏 然後先往下梳再往上梳 往下梳再往上梳 你看這個刷頭就是很好很好操控 我覺得這款很讚 就是你們看我這樣子來回來的刷 它都不會結塊 然後顏色可以上得很均勻 還有一點那種定型毛流的效果 看一下兩邊的使用對比 是不是有染眉過後 這邊的眉毛看起來比較柔和 然後也跟髮色更加的搭配 染眉這一步驟我真的是很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 尤其是那種你覺得你的妝容已經 不管是眼影啊腮紅唇彩都已經盡量搭配很和諧 為什麼妝容看起來還是會有點怪怪的 不知道為什麼眉毛看起來就很突兀的朋友 使用染眉膏 可以把蠟筆小新的眉毛也弄到很柔和 完成 再來是想特別推薦給新手們的眼影盤 因為現在眼影盤越出越多色 然後很多新手就已經新手了 很不會畫眼妝 然後又看到那麼多顏色根本就不知道怎麼搭配 來你們看Lily Byray幫你們出了這種雙色的眼影盤 直接一個打底色再加上一個珠光色 兩個顏色搭配好好的完全不用煩惱 一盤兩色直接搞定眼妝 然後粉質摸起來也是很細密的那種 它的珠光是有一點黏度的 它不是那種鬆鬆的珠光 所以也比較不用擔心飛粉、落粉的問題 顏色出的也都非常實用 有這種大地色的 然後也有這種偏冷色調、粉質色調的 都是這種日常很實用的顏色 那我今天會用到裡面 我特別喜歡的五號色這一盤來畫眼妝 它搭配的就很經典 就是一個霧面的打底眼窩色 這個顏色畫起來就會有那種消腫的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一顆很漂亮的 這種暖色調的珠光 很美然後閃度也很好 五號色是下面這個刷色 超級漂亮的 真的是最實用的雙色眼影搭配 先沾取這個霧面色 直接把它鋪滿整個眼窩 建議新手在上色的時候 就是先從靠近睫毛根部這邊開始上色 然後再慢慢的往外暈 就算是只用一個顏色 它也會有一個漸層感 就是靠近睫毛這邊顏色比較飽和比較重 然後越往眼窩越往外側 它的顏色就慢慢的變淡 下眼鏡是用同一個顏色 從眼尾慢慢的往眼頭 去做一個漸層的打底 只是使用了一個霧面色做打底 兩邊的眼睛就有蠻明顯的差異了 這邊眼睛整個眼窩看起來就是有消腫 縮進去的感覺 接下來就是看個人喜好去疊加珠光 這珠光一上去整個眼妝突然就華麗了起來 今天妝我還是想要日常一點 不想要太華麗太舞台感 所以我很客製的只上了小範圍 然後也沒有上的太誇張 它其實還可以再更閃的喔 我就是稍微上的薄一點 然後邊界用眼影刷把它暈開來 霧產的地方也上一點這個珠光色去提亮 眼影畫好之後呢 再拿出這個霧面眼影的二號色 提亮一下眼頭這邊 它會是一個很自然的提亮效果 這個腮紅顏色真的很實用 除了眼下提亮之外 你看這個眼頭提亮也可以 或是像眼影的邊界 你想要把它暈染得更乾淨 也可以用這個顏色 很多用啊 好 這樣眼影的部分就告一個段落 今天的眼影因為沒有那種很深的咖啡色 可以來加深眼尾 所以我們就很需要用眼線一筆來輔助 讓我們的眼型變得更加的俐落有深 我會先用二號色來畫上眼線 然後三號色它就是可以拿來畫 臥蠶影的那種顏色 它是比較淡的這種淺核色 可以拿來畫這個下字的加深 或是臥蠶影都很適合 可以用二號色把那個睫毛的空隙補一下 比起黑色的眼線一筆 我還是更愛用這種 深咖啡或是這種灰咖啡色 畫起來的眼線會比較柔和自然 眼尾就順著眼型稍微往後延伸 因為是一個日常妝容 所以眼尾不需要很飛揚 再換成三號色可以稍微加深一下下字 有沒有就算沒有用眼影刷去暈染它 它畫起來還是很自然 然後臥蠶的陰影也是 再畫一下 是不是立刻變得超級立體 臥蠶的陰影因為希望它的線條感 不要這麼明顯 所以還是可以拿刷具把它暈染一下 你們看兩邊眼鏡的大小差超級多 現在這邊的臥蠶看起來 怎麼變得超級肥超級立體 今天眼妝完成就長這樣 非常簡單用兩個眼影的顏色而已 其實妝容到這邊就差不多完成 但是我覺得可以再疊加一點腮紅 我要用這個霧面腮紅四號色 用這種小隻的刷具局部的疊加 讓整個妝容更有氛圍感 把它上在眼下這個位置 有點像是從眼影延伸下來的感覺 鼻影的部分也可以刷 一點點淡淡的腮紅顏色 然後還有這邊眉頭也可以拿一點 就不用很顯色只是淡淡的 讓它好像到處都有一點點 這種顏色的感覺 然後整個妝容看起來會更加的和諧 更有這種氛圍感 然後嘴唇上下也可以拿一點 我去整一下瀏海 最後再來上我們的唇彩 最後唇彩呢 我怎麼可能會放過唇線筆呢 這一支Lily By Red的唇線筆是2號色 它是一個比較偏暖的這種唇線筆的顏色 它很適合搭配那種裸色系 橘色系 反正也是暖色系的唇彩 都很適合跟這個唇線筆做搭配 用唇線筆就是可以讓你嘴唇的輪廓更加的清晰 然後也可以把你的那個嘴唇暗沉啊 這些顏色稍微做個調和 我的嘴巴就我五官比例來講真的是特別小 所以唇線筆這一步驟真的對我來講很重要 你們看我只是簡單用這個唇線筆 瞄了一下外輪廓 裡面都還沒有擦任何的唇彩喔 整個嘴唇看起來就立體了很多 最後再來搭配唇蜜 然後我選的色號是比較裸色的1號色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把它這個瓶孔弄得髒髒 所以我後來都是這樣擠在手指頭上 然後用手指頭這樣子 很簡單的隨便塗一塗就好了 這樣子上好了 是不是很簡單 加上唇蜜的光澤之後嘴唇看起來又更翹更瘋唇 如果跟我一樣是偏黃膚色的話 這個唇蜜我推薦的顏色是1號跟6號 1號呢它雖然是這種偏裸的顏色 可是它就是裸橘色嗎 就是也是偏暖的裸色 不是那種偏粉的 擦起來就是很日常好看白大的那種 另外一款6號色也是很漂亮的土棕色調 兩個顏色其實都很日常 擦起來的光澤度還不錯之外 我覺得它其實有一點保濕效果 就是擦完之後呢 嘴唇整個到晚上都不會覺得乾燥 那今天的妝容其實差不多就這樣完成了 用到非常非常多 莉莉白瑞他們家平價好用的產品們 最後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現在買莉莉白瑞不用再擔心買到假貨了 因為在蝦皮呢有官方的旗艦店 而且他們也有自己的官網 在上面購買的就是安心有保障 完全不用擔心假貨的問題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把相關的資訊跟連結 放在底下資訊欄可以點開來看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 ök mis